大家好,我是小贤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我做的鸡肉洋葱圈 再搭配自制的奶酪酱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做吧 我们先将200克鸡胸肉和100克蒸熟的土豆切成小块 把切好的鸡胸肉和土豆倒入粉碎机中 再加入40克洋葱,15克葱花,5克蒜末,2克盐,15克面包蟹 最后再加入1克黑胡椒,先把它们打成泥 打成泥后装入裱花袋,然后在油纸上挤成一个个小圆圈 全部完成后,放入冰箱冷冻一个小时 冷冻定型后再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然后再沾上蛋液,最后再裹上一层面包蟹 锅中倒油,先用大火,将油烧至七成热 然后再把鸡肉圈放入锅中转小火 炸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来做奶酪酱 准备5克黄油 3克细砂糖 5克蒜末 30克蛋黄酱 最后再倒入40克牛奶 开小火 边加热边搅拌 先把它们搅拌至完全融化 最后再加入两片芝士 继续搅拌至芝士完全融化 这样我们的奶酪酱就做好了 外酥里嫩的鸡肉洋葱圈 再蘸上美味的奶酪酱 味道非常棒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贤 我们下期见